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施打狀況真的叫做不好嗎 好 四月六號開始要開放 有三大類來打AZ疫苗 我們稍後還原這個現場 不過我們還原立法院 從昨天到今天 這些立法委員在監督我們的疫苗 包括防疫政策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們特別挑出了兩位立法委員 這一位包括吳思懷 還有就是新竹選出來的曾正前 曾正前我昨天曾透過臉書告訴大家 他認為他引用說 德國都說AZ疫苗史上最爛的 怎麼會我們讓國人沒有辦法選擇 選擇一個刺激的一個疫苗呢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事實是如此嗎 我們稍後還原這個大現場 也看看他怎麼被蘇貞昌所電報 不過這是立法委員 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立法委員 這樣的立法委員真的要讓他罷免成功嗎 據說最新的民調罷免民調只差一趴了 他是陳柏惟 陳柏惟現在的處境呢 等一下來告訴你 當然要看中國老百姓 十四億人物他們處境是什麼 鐵愛公的疫苗接種呢 如果你沒有打的話不能上班 甚至也不能回家 這實在衝起來了 來邀請這幾位關鍵性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 民進黨籍立法案蘇巧惠 大家好 繼續為您介紹這一位呢 因為在美中台 尤其是美台的生化關係裡頭 我們告訴大家 現在是這是一個世界奇蹟 為什麼邀請賴宇宙老師 特地來到我們現場 全世界為著這個疫情 現在是不得不撒撒 美國疫情在飆了 日本疫情又嚴重了 法國跟德國同樣出現情形 臺灣竟然可以跟另外一個國家呢 互相展開旅遊泡泡 明天要登場 甚至臺灣可以跟這個國家的元首呢 跟大使進行國宴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 可以像臺灣這樣子呢 到底臺灣跟包括了帛琉 包括美國駐帛琉大使在臺灣 反映出國際一個什麼樣 最新情勢 特別邀請臺灣智庫的執行委員 賴一種老師 來 賴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繼續為您介紹 是中山附屬運的主治 醫師林靜穎 林醫師 同學姐好 大家晚安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趙醫師老師 小區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的桃園 市議員黃敬平 同學大家平安 國際情勢財聽專家姚慧珍 大家好 稍後報告時事評論 李正浩加入我們討論 當然今天陳時中 又被問到了AZ疫苗的接種率 不如預期 因為到三月二十九號 只有大概萬人施打 那麼第一批的AZ疫苗 效期直到六月十五號 以一個人兩劑 那中間又要可能隔八週的 條件之下呢 是不是到最後有可能 在他的有效期間之內 會不會用不到呢 陳時中做了一些論述 好 大家都關心了 那現在目前為止 只接種了有一萬兩千六百零五人次 這是目前為止 但是我們看看這幾個立法委員所關心的 我們首先來看吳思淮 來看看吳思淮所關心 這在立法院 他到底關心什麼呢 他關心的有道理嗎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我想請教院長 政府是否應該讓人民針對這個生命安全的事情 有告知的義務 應不應該 謝謝 委員 人民有資的權利是應該的 但台灣防疫是成功的 民眾期待是一個願意溝通的政府 蘇院長也常常說 願意坦誠 務實的跟民眾溝通 但是溝通跟宣傳是兩回事 我要提醒院長 我們現在衛福部做的很多都是宣傳的工作 宣傳是單向的 溝通是雙向的 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要聽聽在野黨地委的聲音 然後雙方你來我往 把問題癥結搞出來 這才叫溝通 委員 台灣防疫做到世界第一的衛福部 被你講成這樣 我覺得不但會讓國際笑掉大啞 而且你講得很不對 我覺得 衛福部這一年多來 保護人民健康 防疫做到最好 如果政府有做得還不夠好 我願意再繼續努力 不過把一個衛福部講到說沒誠信 講到說他做得不好 只有大內心 我覺得硬邦邦的數字 台灣防疫做這麼好 也請你肯定一下 但是對疫苗後半段做得 真的是反反覆覆 全民看在這裡 我想陳部長自己如果說 你還做得很好 你一定會心虛 這個防疫沒有分前半段後半段的 也正因為防疫做得好 人民施打意願低 因為他不覺得有那個必要 另外一方面疫苗的採購 因為不是直接超支在我 這是一個賣房市場 全世界都在搶 來我先請教林靜穎醫師 說衛福部一直在做宣傳 甚至叫大外宣沒有跟人民溝通 每天兩點在開記者會 是開什麼是漫畫的嗎 來靜醫師怎麼看 所以我們就說馬裝稅的人叫不行 你真的有想要溝通 真的想要理解 我相信以過去這整整一年多 到現在談防疫的事情 我們衛福部應該是全世界資訊 最清楚最透明的一個國家了 我一直強調說 甚至已經到了連院長都部長出來打疫苗 給你看 我真的覺得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是政治動作 這已經不是什麼科學行為了 如果你科學行為 說一個一個國家的院長 部長打疫苗給全臺灣的人看 打完之後 這次疫苗就會變超有效 那你就請習近平去打科興疫苗給大家看 那次疫苗就會全世界暢銷 所以這種事情已經已經是 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看到說 事實上衛福部這一年以來 他其實每天的記者會 甚至記不記得不逃的事情的時候 他緊急下午還開記者會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十點看記者會 大家很緊張說 今天晚上要開記者會 是有什麼重大事情要公佈 全部的人都會緊盯著衛福部 他今天要釋出什麼消息 他也不是講完就走 他講完還讓記者問好 問到飽 問到什麼 問到大家都已經覺得 你這個已經不是問題 這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我有時候看這個直播 下面在問問題 那個記者在問問題的時候 很多民眾會說 這一題上次答過了 這題答八次了 你不要再亂問了 你讓人家去睡覺 我覺得看到臺灣的防疫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叫做內宣嗎 這叫做宣傳嗎 這叫 這樣子還不叫溝通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是溝通 那其實吳世懷委員 他講這幾個東西 就是一樣 你們要求衛福部公開採購 底價給你們看 他因為國際的條件沒有到 再來加上我們到現在 疫苗還沒進到臺灣 手頭上還沒拿到東西 不能公開給你們看 你們就叫 你們就說這個叫做不公開 叫做不透明 叫做沒有跟你們溝通 其實我相信民眾 比這些委員更清楚 衛福部為什麼現在不能公布出 我們採購這些合約 給這些我們講的民意代表看 因為很清楚的知道說 疫苗還沒到手 這個可能會導致破局 導致我們接下來國內 連其他家的疫苗都拿不到 甚至AZ接下來那幾支 會不會進 接下來能不能進來 都很擔心 民眾都覺得可以等 民眾都覺得可以理解 衛福部現在這樣 甚至很多民眾 他們自己都都是他的工作 就是要去進行採購的 就算要去跟人家進行國際談判的 都清楚知道這個採購過程中 相關的合約是怎麼一回事 那國民黨你們的意思就是 我要看的你不給我看 就叫做不溝通 這個就是裝稅的人叫不行 而且我們在談說 這個所謂的疫苗的溝通過程裡面 大家都曉得 我們還在講啊 為什麼去年十二月 有一些人出來得意洋洋 講說你們拿不到 我們本來BNT都快要到了 本來都已經要簽約了 後來沒有拿到 很多衛福部出來 不斷地澄清的 你只差沒有叫人家把所有會議紀錄拿出來給你看 但是我說一句實在話 這些會議紀錄 你的公開會不會傷害到廠商 會不會傷害到原來我們國內廠商 在講我這樣說 其實我們我不會 我沒有必要幫任何一家疫苗打包票 因為每一家疫苗都有好有壞 問題是國民黨你口口聲聲 在去年一直亂說 你為什麼不考慮中國製的疫苗 為什麼不考慮中國製的疫苗 中國製疫苗可以進來啊 這個楊智良前署長講說 你用之前兩岸協議就可以進來啊 我這樣講 你光講這個話就沒立場 你如果說你 你們從頭到尾就是說 中國製的疫苗缺乏科學根據 我們即使是國民黨 我們也反對 然後你用這個邏輯 你來看其他家的疫苗 我覺得我認同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你從去年開始 不斷地要求衛福部去購買 採購考慮接受 不要排斥一個缺乏科學根據的東西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 你們都沒有溝通 你們都沒有根據 你們都在騙民眾 你們自己根本就兩面手法 根本你們自己觀念邏輯都不通 好 我還有一些問題 要跟林靜寅醫師請教 為什麼 我們先聽聽這位 另外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是曾正前 因為同樣 他也詢問了 衛福部長跟蘇貞昌 但是他也提到說 那醫護跟民眾施打意願 仍然不高 該怎麼去改進呢 來聽聽看 他是怎麼問的 那麼重點聽聽看院長又是怎麼打的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就是您自己本身打了就是我們台灣的第一針疫苗 那對於民眾好像沒有受到你的鼓舞增加更多的一個信心 您覺得是什麼樣子的因素 那接下來你覺得怎麼樣做可以讓民眾對於接種AZ疫苗能夠更有信心 一個打疫苗不是我自己打 是有那麼多的醫生護士 整個過程很嚴謹 委員竟然說打假針 這個對辛苦的醫護人員 尤其這一年多來在防疫工作上表現那麼好的醫護人員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會不會作為立法委員 對於這樣辛苦的醫護人員 卻如恥不分青黃罩牌 這樣抨擊 會不會也是損傷的原因之一 委員有沒有要對辛苦的醫護人員表示歉意 說醫護人員打假針 這樣比較不道德啦 我想接下來問的是 媒體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多次在政論節目當中講到說有某位立委介入疫苗的採購 結果我們陳時中部長不敢處理 不敢處理 吳子佳這樣講是不是真的 就跟回答我是不是真的就好 跟委員報告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嘛 那就是吳子佳在做假消息 你有沒有告他 根據我們的法務組提供的意見裡面 是達到可以告的地步 那你為什麼不告他呢 你為什麼不告他以正視聽 就是說我們政府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告人民啦 若是沒有繼續的惡化 好 觀眾朋友你有聽到 這是曾正前說 媒體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質疑有為立法委員介入疫苗的採購 這是不是真的 那部長說法說不是真的 那曾正前說 那既然是假消息 那要不要提告 那陳時中說 根據法務組提供的意見呢 達到可以告的時候 但政府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告人民 要看影響的程度 要不要告 很顯然曾正前認為這是一個假新聞 好我們幾個層次的問題 來我先請教是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黃建平從曾正前包括這樣吳思懷的質詢 AZ疫苗真的那麼討人厭嗎 AZ疫苗真的那麼有問題嗎 我先分兩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剛剛主持人問到說 這個AZ疫苗是不是真的那麼不受歡迎 然後這個從吳思懷跟曾正前委員去質詢到了這個部分 還有他們這個質詢的整個內容 我稍微也爬梳一下這個電子網 他們所這個po出來的一些新聞報導 以及剛剛我們所給大家觀眾朋友們看到這個質詢的這個答詢畫面 曾正前委員其實跟這個吳思懷 他們也不是說去質疑到AZ疫苗的這個問題 而是去反映到現在AZ疫苗到目前為止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所掌握的十一萬七千劑的這個數量 然後以及現在目前施打了這個一萬件 將近一萬件的這個數量 然後有三十一件的這個不良反應 然後接種率的這個比例是不是比較低 然後政府有沒有信心要去如何去提升 他們所放在focus會這一塊 榮獲執政黨不管是院長或者是部長陳時中 這些他們官員聽起來會覺得可能會有點刺耳 你實際說我輸打率很低 我永遠都那麼低然後怎麼樣 就會有上演一番唇槍舌見 但我覺得不管是從國會在中央 或是在地方的議會執政黨在野黨 榮獲他的執政黨這個官員或是在野黨的議員 在這樣的一個攻防的過程當中 會想要去凸顯問題的本質 我相信包括政政前或者是吳世懷委員的本意 他不是說要說AZ疫苗好或不好 如同剛剛靖怡前委員他有提到說 這個不會去想幫任何的疫苗做任何的背書 而是說我們現在臺灣從去年到現在 防疫做的是不錯 那大家看得到這是有目共睹 蘇貞上院長也提到了 防疫做的世界第一 但我會覺得很多事情 執政黨做的執政的這個政績 或者是他的一個防疫表現很好 全世界的媒體或其他的國家 其實都看在眼裡 我們也自己知道 我們有信心 所以但是不用把這個拿來做 在這個國會殿堂 因為當這個在野黨的國議 比如說國民黨的委員 在質疑的時候 就會變成好像兩邊唇槍舌 箭的一種攻防 說我們做得很好 你們這樣講什麼這個世界 天大的國際的這個笑話 我會這樣覺得我覺得聽完了 會覺得這樣子完全就私交滿遺憾的 所以我說第一個區塊是在野黨委員 代表民意去監督 然後去質詢說 疫苗的他的一個施打率 能不能提升 怎麼樣一個辦法 這是從這個民眾的福祉 以及民眾希望能夠增加這個 施打這個信心 也不是說質疑哪一款疫苗好 或是哪一款疫苗不好 我剛剛聽完了也沒有說到他們 聽到他們質疑說哪一個疫苗也很好 要如何如何去加強 只是說告訴大家要怎麼樣去施打信心 那至於第二個區塊是說 後來我看到政政前委員他其實 他自己也是中華大學這個博士畢業的 然後自己也有在這個教書 他也在新竹市當了多屆的這個市議員 那這一屆算是新科立委 他的質詢的風格我覺得是比較溫溫的 那可是在這一次的這個過程當中 跟這個蘇院長在有點好像在大催谷的過程 後來他再問說這個是不是假的 是真的嗎還是假的 結果後來這個部長就很直率的回答 直接說這不是真的 我覺得如果蘇院長向陳時中部長直接這樣回答 這不是真的其實就好了 兩個人就避免到繞來繞去 在講說因為變成你會聽到蘇院長 就很想解釋說 我這我相信蘇院長打那個真的 對 蔡院長要講什麼不是真的 就是說鄭政前委員在問的那件事情 那個謠言那個消息是不是假的 是鄭政前講的是他打這個從他問議員 他沒有他沒有去質疑蘇貞昌打假的 所以他去問那個這個消息的時候 後來陳時中就斬釘截鐵的回答 這不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就結束了 那蘇貞昌院長他一直想解釋說 我不可能打假的 那你就是質疑 這個其實我們上次在節目裡面也講過 靜怡醫生還在幫大家示範那個針頭 這個我也相信 我在網路上接到的時候 我也看到很多 我看一看就是笑一笑 我覺得這個有點惡作氣 那問題來了 身為國會這樣的民意代表 說真的不管你有沒有學新聞 我們在口出尤其在質詢殿堂裡頭 有一個非常最基本的動作 當然就是要求證 來導播你tag一下 現在我在觸控裡頭所呈現 這是真正的錢 因為我昨天看到立法院這樣的質詢的內容 我是有一點點訝異了 那為什麼我特別取這個畫面 來特寫給這個在觸控裡頭這個畫面 因為他昨天問著問著 他竟然說如果是假消息的話 那部長你要不要提告呢 假消息你在甩鍋嗎 你在甩鍋嗎 為什麼呢 質疑蘇貞昌打假針 甚至讓這個靜宜醫師氣到說 你們事實上過得太爽了嗎 浪費國家資源 這個是什麼 3月21號在晚上9點28分 他說蘇貞昌打第一針不公開 是愚民還是耍白癡 這是誰啊 這是誰 這是真正錢 如果你第一時間 你不是散發假消息 你現在又甩鍋說 如果散播假消息 部長你是不是要去辦呢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是這樣子監督嗎 是這樣子嗎 那更好笑的吳思懷 吳思懷這個來巧慧 吳思懷剛剛告訴大家說 政府對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 是否有告知的義務呢 對不對 蘇貞昌說人民當然有資的權利 應該台灣的防疫是成功的 但是吳思懷說 現在衛福部做了很多都是宣傳工作 只是單向的由政府去做 那數據告訴人民都是單方面的 他說溝通是雙向的 要傾聽人民跟在野立委的聲音 所以每天兩點開記者會 給你問家 問到保問到好 說真的看起來 我們常常說沒嘗試也要看電視 他確實沒在看電視 來蘇貞昌怎麼看 這我先學了靜頻一下 說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的董事那裡 如果跟靜頻一樣 都奠基於事實來講話的話 我們在立法院 就不用吵成這樣子了 這個剛剛小君姐講得非常好 這個吳思懷 竟然會說我們的衛福部 是只搞大內宣 那真的啊 每個禮拜 每天這個記者會 兩點的記者會 衛福部這麼多人防疫五月天 坐在那裡已經開了一年的會 這個公開資訊 已經達到世界級的標準 大家都在學習 那我就不曉得 到下面的網友 都已經在抗議說 這個問題已經問過了 前面問過了 上個禮拜問過了 拜託你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大家如果可以去看 我們防疫五月天 開的記者會的直播 那下面的網友留言 真的是 這是社會最好的公平 很可惜的是說我們立法委員 在這個國會殿堂上的質詢 沒有網友在下面監督 不然的話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國民黨的立委 每一次在質詢的主題 真的是重複又重複 那個部長如果回答完了 前面A了以後 B就又上來 又再重複問一次 明明剛剛跟你說 前面委員這個 已經不是真的了 這個是錯誤的消息 部長有時候錯誤的消息 委員需要再查證一下 很客氣告訴他 下一個上來又是講一樣的事情 永遠都一樣 而且我現在還發現 到了現在他們已經不管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怕被人家告 那就開始打擦邊球 什麼叫擦邊球 我們如果回到剛剛那個 鄭鄭前這邊來看的話 政委員我也是覺得 在立法院也是我們同事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他 能夠說話算話敢做敢當的話 其實會比較好 你看這是他上一次 就是小君姐剛剛那個 螢幕上面這一張 對 他質詢完 我們不會作假 他說打第一針不公開嗎 對 然後你看這個圖片 就是很多的問號 非常多的問號 就是這種圖案 你一看 就是在看蘇貞昌打完 這個第一針的時候 為什麼不公開 然後旁邊配的是 愚民還是白痴 然後下面的文章 裡面說 連打疫苗都不公開 這又是什麼道理 黑幕重重 越解釋疑點越多 還說我們不會作假 是哪門子的鬼邏輯 他說接種疫苗過程 居然是關起來打 一反常態 民眾當然覺得詭異 叫做此地無影三百兩 所以他寫這篇文章 是什麼意思 在打完院長帶頭打完第一針 部長帶頭打完第一針 甚至是各大醫院院院長 都捲起袖子 連侯友宜侯市長 他沒有辦法 他不在第一群 所以他還要特別去亞東醫院 看人家打針 表示我也站在第一時間 全部的院長都率先 打這個風氣的時候 結果你PO這一篇 你PO這一篇是在質疑 我就必須說 其實剛剛政委員在質詢院長說 院長你這個打了第一針 為什麼全國民心 沒有這個馬上提針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就是 我們沒有想到國民黨 這麼low 連這種打假針這種東西 都可以follow 都可以做得出來 真的是千算萬算沒有想到 好 那現在昨天他來質詢院長 他上台以後 問了這個問題不是說 院長為什麼你這個帶頭打 民眾還沒有信心 院長是說什麼 院長是很誠懇的問他說 委員 你身為在野黨的委員 你要質疑我質詢我 我都接受 但是這麼多的醫護人員 在幫我施打 你這是等於也質詢了醫護人員 質疑了醫護人員 你要不要對辛苦的醫護人員道歉 結果真正前 發了這篇很多問號的真正前 他說我沒有說你打假針 我哪一句話說你打假針 對啦這上面沒有寫 蘇貞昌打假針三個字 對啦對啦插邊球 大家都知道你在質疑什麼 但是你上面真的沒有寫打假針 對啦對啦你就是這樣 但是你在這裡又開始塞話了啊 你在這裡又塞話了 你的文章裡面又說什麼 蘇貞昌根本就沒有這樣說自己很委屈啊 沒有啊他說你作為在野黨的委員 你質詢我我接受 在這裡的話已經變掉變成什麼 說蘇貞昌呢就是指這 這個標題是寫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很奇怪的地方啊 這國家是大家的 防疫也是大家的 你為什麼要把它講成這樣 如果最後我要講這個AZ疫苗 因為這是我今天在 未還委員會規規矩矩 質詢部長的狀況 我覺得防疫這種事情就是 讓科學來說話 大家如果看到現在 英國法國歐洲各個國家 在施打疫苗的狀況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個過去英國呢 他是每天有6萬人左右的確診 可是從1月1號開始 施打了疫苗以後 他非常平穩連續性的施打 所以他的確診數 從每天6萬人 已經很明顯的降為5000以下 這是英國他打的疫苗是什麼 AZ就是AZ 反觀法國甚至是德國 那麼因為他們在施打的過程當中 有停頓 甚至是有數量降下來 也就是防疫政策不穩定 結果造成的是什麼 他的確診數 始終沒有辦法下來 他打的是什麼呢 他打的其實就是BNT 所以你要說哪一支疫苗最有效 哪一支疫苗它的效力如何 其實最重要的是平穩順暢 而各國呢在講誰好誰不好 坦白講你可以去看看啦 大家每一個國家都是打自己 國產的疫苗 然後都說別人的不太好啦 鄭政前 只有我們鄭政前政委員 你說他沒有講說AZ不好嗎 有啊他在臉書上面說 這AZ是什麼醫護人員都不要的刺激品 他明明白白這樣說 我希望他下次不要承認 他沒有說過這些話 OK 來打過AZ疫苗現場當中有一位 就是林靜穎醫師 來林醫師打完之後感覺怎麼樣 現在狀況如何 現在狀況很好 因為現在完全恢復正常 剛打完的第二天是真的不舒服 那我們其實這種有不舒服的表現 在疾管家他們有個V watch 我們其實都要登錄 所以每一天我都會收到疾管家 給我那個簡訊說 那你今天通報 你今天有沒有不舒服 我們就會打勾 因為在那個之前 我們要先用自己的手機 掃QR code登記上去 你是誰 你在哪裡打的 你在哪一個醫院打的 讓他們去比對 是不是這個醫護人員 在這家醫院有打 因為如果你造假 他們是撈得到的 然後再來 我們每天要上去登錄說 我今天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這支疫苗打完之後 跟我們多數聽到的 包含國外吃打的狀況 都很類似 就是說打完之後 大概一天會有輕微 類似發燒的現象 那有一些人會覺得比較疼痛 像我自己是打完的 大概十二小時到三十六小時 非常非常的疲倦 其實有一天來錄節目 錄完回去就睡了 那但是接下來就OK了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說 醫療人員都知道 我們目前除了 Johnson Johnson之外 都是要打兩劑 所以比方說AZ 他的第二劑 因為他的激轉的關係 第二劑施打的不舒服的機會 會比較稍微更低一點 但是BNT跟這個莫德納 在國外已經施打的朋友 給我們的資料是說 因為疫苗的這個型態的關係 他們第一劑也會不舒服 但是第二劑會更不舒服 因為那個MMA 那個免疫反應會更強 那國內的國產兩家疫苗 現在因為激轉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還不知道國內到時候做完之後 國內這兩家國產疫苗會有什麼表現 我先講幾個事情 但是我想請教 我們出現 你自己打了AZ疫苗 國民黨有很多立法委員認為 我們的醫護人員施打的意願是低的 那換句話說 就是說國內怎麼會沒有提供其他的 反而是刺激品 所以我剛剛一直問說 AZ疫苗真的是有問題嗎 真的是那麼討人驗嗎 那我們看這個數字 林醫師以目前為止的醫護人員 有一萬兩千六百零五人次來施打 這樣的施打數字 算是多還是少 那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辦法 用現在就講多還是少 因為國內的疫情很穩定 我們說一句實在話 我這樣講 假設現在國內又發生不逃事件 你看會不會搶破頭 這時候連民眾連立法委員都會說 為什麼不讓我打 你是不是要讓我去死 一定會變這樣了啦 那現在因為疫情相對穩定 那醫療人員這邊 其實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在看他的班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有提過 打完第二天 因為會比較不舒服 為了不要影響 原來的醫療工作 我們會說你有些人 你就調整說 你可能那天有辦法調班 像有一些醫療人員 兩個夫妻都是醫療人員 那他們會輪著打 一個先打 他不會兩個同時打 兩個同時打 兩個都回家都在那邊躺 那小孩怎麼辦 第二天要上班 所以其實現在我看到 就是很多醫療人員是輪著打 我先打 然後可能打完一個禮拜 我的身體沒有不舒服了 我的家人 或我自己的親人再打 或者我班 我的自己班內的同事 我沒有幾個人先打 其他幾位 你晚一點打 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做調整 所以第一個事情 像我說實在 我先講 我看到鄭議員 在三月二十一發這樣子的文 我其實非常訝異 因為我平常沒有追這個 我不知道 我本來以為造假的影片 是有一些民眾程度很差 傳這種東西 我沒有辦法想像 連國會議員程度都可以這樣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 國會議員會公開的 在自己臉書去質疑 一個公開施打的動作裡面說 我覺得你可能是有問題 你這讓人懷疑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李秉穎教授 那天他我們在蘇貞昌院長施打 那天他還他還cue了其中一張照片 他半開玩笑講說那個護理長的姿勢 不是很好 護理長還很生氣 護理長說你知不知道 我前面有那麼多個攝影機 我其實要轉身 讓大家拍到我打 還要執行我原來業務 我已經很困難 這是一個重要的資訊是 你知道當天的護理人員要施打 都會受到幾台攝影機的干擾 如果照國民黨或者是相關人 這個資訊 你是不是乾脆凱到辦一個辦桌 凱到辦桌好不好 封街然後讓那個院長 他可能會說你沒有遵守防疫規定 對啊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每一個人都要眼見為憑 要不要凱到辦桌 然後請蘇院長跟這個陳時中部長 還有防疫五月天 全部都凱到辦桌 在舞台上打給你們看 如果這樣你們還要質疑 我也沒有辦法了 但是問題是一個正常國家 需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再來他們質詢裡面講說 民眾施打意願不高 不好意思 現在沒有輪到民眾施打 我們九批優先順序打到來 要打到一千三百多萬人 才會輪到所謂的民眾 你現在問民眾 民眾會跟你說有 我想要打 可是第一個我在等國產疫苗 第二個也還沒輪到我 你要輪到臺灣的民眾 要等到這一千多萬人 全部施打得差不多 才輪到民眾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這樣看 這個醫療人員這邊我就說 有一部分的醫療人員 他是真的在觀望 因為大家看到的數字 其實這樣講 醫療人員的觀望跟 是不是部長施打 是不是院長施打 根本無關 大家就是在看說 我現在看更多資訊了 覺得我可以來打BNT 我看更多資訊 我可以來打AZ 大家會這樣看 但是我最後要補充一個事情 就是國內其實現在可能 七月份之後 會有國產的疫苗可以上市 對 但是國產疫苗上市 我相信比較優先 有意願的可能還是醫療人員 好這邊大家其實 可能優先施打順序是這樣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的疫苗普及的結果 會影響到我們接下來的邊境 防疫政策 對 先不談去別人國家 要不要隔離 現在從別的國家 進來臺灣要隔離十四天 你慢慢慢慢的 有可能接下來 就會面臨一個壓力是 其他國家都打得差不多了 他跟你問說 我們都打完疫苗 只有你臺灣打得很少 我進你們臺灣要隔離十四天 我覺得很不 很不方便 所以接下來遇到的是 當我們開始要思考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縮短隔離 七天的時候 部長他們要怎麼評估 其中一個評估是國外疫情如何 可能國外疫情要降 如果是還在燒 沒有辦法 另外還要回來看說 那我國內目前 如果施打率只有百分之十 那我一旦放了可能感染的人到社區 就會造成社區擴散 那我就一直不能所謂的去調整 我們的邊境隔離政策 一直不能解封 一直不能解封 一直一直我們現在 我們臺灣人去國外 是可以解 是不用隔離 有些國家不用隔離 可是他們進來是要隔離 我們要保護臺灣內部 所以比方說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其實如果像我後半年 假設我有一些醫療醫療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業務 我必須出國 我去的某些有疫情的國家 我臺灣人去 我不論有沒有打過疫苗 我都可以去 就是我其實 這也是我說 對醫療人員沒有誘因 是因為第一個 醫療人員現在要出國要玩 都還要醫院同意 沒有 根據他的立即性跟必要性 對 就是說醫療人員 現在其實要出國 也只有特殊出差 要醫院同意 那所以我們對我們來講 我們根本就去沒有機會出去 我根本不太需要有這個防護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他就想說再來 那這個疫苗 反正接下來到年底之前會打 有這麼多家疫苗可以挑 那衛福部 衛福部其實一直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動作 他沒有強迫誰一定要打 甚至我前幾天有看到 像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新聞說什麼 如果沒有打烤雞打椅 後來發現是金門縣衛生局 的公共衛生護士 就是那個就看情況 就是他自己的長官的要求 長官後來看到很不錯的施打率 就批評叫他的部署去打 我也看到有一些醫療人員的長官說 我用什麼方法可以鼓勵我的醫療人員認真打 但是我其實就並不鼓勵這樣做 因為衛福部都講了 他就開放大家來打 你如果有疑慮 你如果覺得現在暫時不需要 你可以不用急著來打 也就是說衛福部忍著 讓衛福部讓這些立法委員整天罵他說 你打得不夠快 可是他沒有要求所有醫療人員說 我不管你給我列測什麼時候打 這是很重要的動作 因為第一個他要對於未來其他家的疫苗 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第二個本來目前國內的疫情就沒有緊急到必須這樣 我們的衛福部沒有必要為了成績很好看 強迫大家現在去打疫苗 但是對於醫療人員來講 我們的評估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疫苗要安全有效 那其實第一線大家對於這幾家疫苗 大家都認為是安全有效 第二個事情 其實有很多的報導 當然會影響一部分的人 像我們自己有時候會看期刊 或者是我有在接觸 我瞭解說 像我們請有可能在 有可能造成血痠的病人 先不要施打 不是因為打AZ會造成你血栓 是因為既然都擔心血栓 結果如果你正是一個高度有血栓風險的人 打完之後會把這個帳算在疫苗頭上 我們會有麻煩 造成整個疫苗的混亂 所以我們就說那暫時請你先不要打 那另外一群就是覺得說 反正我們目前沒有這麼緊急 國內疫情很穩定 那我們可以等到比較晚才打 這就是幾個現在第一線 大家沒有擠著去打的現象 但是用這個東西回過頭來講說 你看吧 就是沒有人要打你們家的疫苗 我這樣講等到BNT進來 我相信你國內現在在野黨的狀況 BNT進來他又會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這家其實不好 哪一個國家也說不要打 等到國產疫苗上來 我再跟你保證 國產疫苗上來之後 楊智良前署長第一個會跟你說 那個不好研究沒做完不要打 今天已經開始說了 所以也就是說大家要思考看看 他說我絕不打國產疫苗 就是說在國內一定會出現的就是 每一家可以拿上來給你打的疫苗 就會有一批人跟你說 那個不要 那個不好 那個不可信 那其實 所以他們要打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要打什麼 那昨天還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他們一直這樣亂 你可不可以教衛福部 開放大家登記說 我願意施打中國製的 你幫我進口中國製的進來 我說不好意思 立法院這些口口聲聲說 中國製可以考慮的委員 他們又不去修法 就算你去登記也不能進來 那就是這些你其實我就這樣 其實他們可以帥團到中國去打 你就帥團去打 或者是你們就集體請願請習近平打 我這樣講 台灣就是這個狀況 先跟你說你買不到 你看吧太爛買不到吧 再來跟你說你買太慢 別人都買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 再來下一步就是什麼 買太貴啊 到這裡了 現在這款不好了 再來就會再出現下一個 這一款也不好 最後到年底打不完跟你說買太多 邊境解封有困難 就是這整條路 我們就等著這個套路 其實不要是說我們自己在看 其實民眾都知道 就是這個套路 那我覺得台灣狀況是信者很信 但是請大家不要再造成這種防疫的混亂 而且我真的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大家要思考看看 如果後半年你逐漸有一些 這個社會世界秩序開始恢復 你可能有必要去到一些 還有傳染傳染個案的疫區的時候 不能講疫區 這些國家都有感染的地方 那你在那之前你要先預備把兩劑打完 你要有兩個月的先打完的時間 這個東西要思考清楚 很多的醫護人員之所以到現在 沒有認為自己有他的立即性跟必要性 是有一個重要的考量 他們要等的是高端甚至是聯亞 當然高端現在速度都是超前的 跟聯亞之間有距離 其實那天我看到在高端 在這個第二期的人體實驗的主持人 臺大的知名醫師謝斯敏 謝醫師告訴我們說他們第二階段 都已經收案完成 那多出來這些受試者呢 聽起來有點感動 他們要把這些人提供給聯亞 畢竟在國產疫苗這條線裡頭 大家並肩合作 聽起來真的是令人動容 所以兩個層次的問題 來第一個問題 請教張宇嫂老師 你認為真的是黑箱作業嗎 怎麼樣看國民黨監督的態度 第二個剛剛在講說用鼓勵的方式 中國是鼓勵的方式嗎 說沒有打不能回家 沒有打不能上班 來張醫師老師 我們先說吳思懷委員 他的這個質詢引發爭議 應該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說呢 他說政府的防疫政策 都在做內宣 然後呢沒有做雙向的溝通 最後政府會心虛 吳思懷委員 我不允許你自己說呢 中國的衛健委啦 因為你說的並不是發生在台灣嘛 待會我們就看影片告訴大家 什麼才叫做呢 國家級的大內宣 這第一點 第二呢 他跟鄭正前之間的差別在哪裡呢 我姑且這樣說好了 一個是真小人 一個是偽君子 吳思懷直接告訴大家 無效啦 政府做得很差啊 沒關係 我敬重他是軍人出身 還是條害子 雖然呢他所講的 不是中華民國的CDC 好像比較像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健委 但是呢 政策前最大部分的在哪裡呢 我為什麼說他是偽君子 他就不敢辭求對決 他拐彎抹角 他寒沙射影 只要講兩個重點嘛 第一個 蘇院長你打那個東西之後啊 有沒有風行朝演 或是上行下校的結果 不是很多醫藥人員不敢打嗎 所以啊 你打這個就是內宣 他想告訴大家第一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呢 他帶的風向是什麼 他帶風向是 民進黨啊 是不是有委員 介入疫苗的採購 他又不敢說 是他自己質疑 搞了一個吳子佳 很簡單啊 舉證責任是你耶 吳子佳你也都認得吧 你不會去找吳子佳求證嗎 因為他怕被告 甚至呢其實陳時中告訴大家 政府啊 不像一些媒體喔 或是啊 沒必要啊 一定要去告人民啦 這是我認為 國民黨質詢的部分 最大的爭議之所在 偽君子跟真小人之別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看看呢 究竟什麼叫做 中國國家版的大內宣呢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影片 這是央視的新聞聯播 然後呢告訴大家說呢 因為有個海報啊 掛在身上去 所以說呢他特製拿出來表揚 表揚什麼呢 因為那條橫幅上面寫 我們一起打疫苗 然後喵喵喵喵喵 他是把這個大陸的一首歌啊 全貓叫 他直接在新聞聯播上 唱給大家聽喔 今天聯播 我們一起打疫苗 一起喵喵喵喵喵 他在裝可愛 然後想要告訴大家說呢 全民啊 共同來響應 我們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民主國家政府 叫大家打疫苗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提升啊 所謂的全民 防疫的普及率嘛 至少要打七成吧 但在中國打疫苗是什麼 是政治問題 是滅絲問題 大家打疫苗來幫啊 中國的防疫政策 中國的疫苗 共產黨的領導 跟習近平的權力來背書 我們再看下一個狀況 這是央視所做的新聞聯播 接下來共赴黨單了吧 因為現階段全世界都說 你的疫苗打的這個比率啊 不到百分之七嘛 現在怎麼辦 我直接叫大學的大學生 從師生搭給大家看 你看大家以為是做健檢是不是 不是的 大家好好排隊 然後呢 讓衛健委的人為 進駐這個大學的體育館 插旗你以為是新生報到嗎 不是的 因為打疫苗之後 在你的學生證上面會蓋個章 代表呢 你已經落實了 校委書記跟衛健委的需要 對不起 這叫做極權國家 他用國家的手段 強迫打打 來路不明的 或是沒有科學實驗證據的 或是呢 人體實驗報告都沒到 第三期的疫苗 所有的學生 只能乖乖的配合 這是三西大學主題 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滿 然後覺得 如果我還不夠好 要找一個 可能要找一個 一定有48個小時的人 來當保 國產疫苗已經在 簽約階段了嗎 差不多了 所以在跑公文 對最後 對最後 細節的一個談判 不過基本上已經是確定了 好 沒有任何可以更相反 台灣的抗議 和聯合中央 聯合中央 謝謝 法國和法國 都沒有接受 中國的公共和國 都沒有接受 這個不可能 在我們國家 強迫打打 來路不明的 所有的學生 只能乖乖的配合 這是三西大學狀況 好 如果落實在一般生活中 不打疫苗 會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看下一個畫面 這是在海南島的一個 現場的畫面 上面有個通知說 未接種新冠疫苗者 禁止 嚴禁進入市場 有所謂的五步 不接種疫苗 沒車座 不接種疫苗 不能去市場 不接種疫苗 不能去商場 因為他們有所謂的 新的疫苗的綠色碼 結合打疫苗 或是過去做核酸檢測 如果你沒有配合黨 做些動作的話 我告訴你 真的是例行禁止 寸步難行 買市場 到市場去買菜 進不去 這是海南島另外的狀況 我們來看下一個畫面 直接把深野推出來 給大家聽 這是市場的這個 全部要經過掃碼 證明你打了疫苗 才能進市場買菜 你要有條碼 否則呢 你就進不去 還是乖乖的去打為好 你看這家庭服務 收的聲音 我想還是乖乖的去打吧 不然我怎麼 替家裡買菜呢 請問陳時中 或是中華民國政府 有用這樣的手段 叫人民去施打疫苗嗎 這我們看一張公文 這張公文呢 基本上就已經把我所說的大內宣 說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張公文 你看喔 這是重慶啊 當地政府啊 下的紅頭文件 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各單位要在講政治的高度 說打疫苗啊 是政治問題 因照按照 因接進接 什麼意思呢 跟你打好打滿的原則之下呢 堅決貫徹中央跟各級黨委政府 對疫苗接種工作的安排跟部署 強化組織領導 嚴格落實主體責任 第一個他告訴你 打疫苗不是健康問題 打疫苗不是普及率的問題 打疫苗是政治的問題 第二個 共產黨員真倒楣 為什麼呢 單位負責人跟黨員幹部 要帶頭打給大家看 積極動員跟組織本單位 18到59歲的員工 除了以下人之外呢 必須要壓時間 在4月30號之前呢 到所有醫院接種完畢 這叫做極權國家 第三個是什麼呢 各單位要好好的監督啊 住外跟常住的第三班單位 簡單來講 外來的人口 他如果呢 沒有在他們那個地方打疫苗的話 這種人呢 要好好的觀察 有必要的話 也抓他去打疫苗 請問在民主國家 在台灣我們有發這樣的文件 然後叫我們的醫院的領導 或叫一線的醫護人員 或叫所有的人 所有的學生 打疫苗給大家看嗎 所以我們剛才為大家示範了 什麼叫做大內宣啊 什麼叫做共產黨的溝通啊 什麼叫做呢 久了之後他們的政府會心虛 無事萬委員 這堂課是上給你看的 好 好 要領導 那麼要這個階級主管要帶頭去打 那所以呢 那習近平你要率先來做這項動作嗎 那我請教的是姚慧珍 讓我們想到香港呢 那香港不是打了很多中國疫苗嗎 可是香港的狀況令人覺得匪夷所思